台中市的自行车道目前有83条 不过随着完工的年代以及设计单位的不同 导致有洞线不连续 厕所、饮水补给站不足等等的问题 为此市府官吕局就表示了 将会积极的扩建自行车城市驿站 预计大约5到8公里 就要增设亲子与无障碍厕所 维修补给站等等的设施 另外也规划建制了自行车道智慧APP 要来全面提升台中自行车道的观光品质 台中的自行车道有83条是一大观光卖点 不论是海线的提顶自行车道 还是山线的东风后风自行车道 或者是市区路线 沿途欣赏的风光皆不同 更有其魅力 不过洞线不连续 饮水、维修还有厕所的停靠点不足 都让台中市的观光分数扣了不少分 因此卢市长上任之后 也将自行车道的服务品质提升 列入实证重点 市公屋每一个面向都要做 让大家好观景 所以我们要积极发展自行车 那发展做建制低碳家园 不是汉口 我们一定要加密建设 包括自行车道 所以在我们的任内 自行车道的一个建设 会是实证重点 我们要加强建设和发展 市政会议上 观光旅游局也进行专案报告 从今年度开始 观旅局就编列以2300万元 再向体育署争取前瞻计划的以5000万 来逐步进行自行车道设施 整修及兴建 更规划5到8公里的自行车道 要扩建基础级到最高五星级的 自行车城市驿站 并增设有亲子及无障碍厕所 维修补给站 未来更将规划 要有蓝绿等色系区分路线 方便游客辨识 并导入智慧APP 就是我们会建设一个 自行车道的智慧的APP的一个系统 那在这个APP系统里面 我实际上我们就会 针对于自行车骑士 会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资讯 我们会建设一个完整 进行车道的一些基本资料 路线图 以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景点 以及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 我们万一有一些公告 我们会放在上面 让民众骑程在这上面 是一个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资讯 台中市目前的休闲型自行车道 就有65条长约600多公里 有助台中发展低碳交通及观光 而自行车道的品质提升计划 以这样常年诟病的老问题得以解决 官吕局逐步的推动成果外界都相当期待 这里这样的台中才放不到